又传出了重油污染的情况了 这回是在桃园县卢竹乡海湖村 有一家铜线工厂 昨天傍晚就被发现重油外泄 数百公升的重油流入了海中 造成了大面积污染 不过厂方却迟迟没有出面处理 一直拖到今天才派人架设蓝油所 不过渔民补上来的渔货 都是浓浓的臭油味 让渔民真的气坏了 大配渔民手拿旗帜高喊抗议 控诉铜线工厂恶意排放重油 不仅严重污染附近海面 就连他们捕捞上来的鱼 都能闻到臭油味 这鱼有油味在的 所以都没什么人买 一些人的皮皮都买的都没人买 吃鱼的人大家都怕 大家都怕污染人家不吃 我们就会顺失 渔民之所以如此生气 全是因为这家铜线工厂 从11号下午就被人发现偷排废油 数百公升重油 就这样沿着溪流全流入海中 但没想到工厂被抓包后 不但没立即做处理 一直到媒体找上门 才赶紧派人架设蓝油所敷衍了事 事后工厂出面解释说是燃料中油管线破裂 才会造成外泄但污染事实已经造成 就算第一时间无法开单告发 环保局也已经承诺会进入调查 明日新闻赖国斌桃圆报道